第四十七章 這宗連環變態殺人案到現在已經漸漸明朗 按照杜織雲的殺人計劃 他會在2月5日完成最後的復仇 不過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他似乎已經失敗了 我叫警員將嚴耀初和嚴可卿帶回到警局 和吳思雨等人安排在一起 警方這麼大的動靜 杜織雲不可能不知道 出於安全的考慮 我們商量了之後 將這些人統一秘密地安置在一個證人安全屋裡 根據嚴可卿的描述 杜織雲的病情惡化得很快 他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 他根本上不可能找到吳思雨等人的下落 更加不用說是行空了 但是為了妥善起見 我再安排了便衣警察在安全屋外保護 但是這樣也並沒有令我們掉以輕心 因為杜織雲在離開嚴耀初期之後就下落不明 距離2月5日還有一個星期 他一日不落網 我們的心情就一直吊著放不下來 我們四個人分為兩組 我和蘇錦一組輪流在安全屋裡警戒 吳思雨等人被集中在安全屋之後 互相之間沒有說過那句話 房間裡氣氛壓抑到令人窒息 我出陽台透透氣 看見輪椅上的炎耀初在外面曬太陽 嚴可卿就坐在他旁邊陪著他 蘇錦走到我身邊 壓低聲地說 這些人真是會裝作 明明彼此之間都認識 但是就搞得好像陌生人一樣 看著他們這樣的樣子 我真的覺得很噁心 我也都滅視地冷笑了 他們以為自己做得天衣無縫 誰都不知道東窗事發 估計他們心裡已經國懷鬼胎 打算著怎樣蒙運過關 可惜定不到他們的罪 想想都覺得不甘心 人在做天在看 他們遲早都會得到報應 我靠在陽台的欄杆邊 本來作為一個警察 我不應該說這些話 不過我真的很激氣 蘇錦問 你說盜織魂會不會孤主一閘 他不是會不會 而是但凡有滴堆機會 都不會放過這裡任何一個人 我心心地吸一口氣 我怕被旁邊的炎耀初婦女聽到 我小聲地說 不過他在2月5日之前 是沒辦法找到這些人 以他身體的情況 堅持不到2月5日 KRONG 這樣一聲 我和蘇錦的交談 被打碎的聲音打斷了 我轉過頭 見到一隻玻璃杯碎在地上 嚴可興為炎耀初飲水的時候 不小心跌倒在地上 是否因為太熱啊 我會幫你換個一杯 嚴可興一邊抹著嚴耀初身上的水積 一邊道歉 我突然發現 嚴耀初斜斜地打在肩膊上的頭 微微地轉轉 他空洞無神的眼 死死地挖著我 他似乎想要努力地轉動身體 但最終都沒用 他只能在扶手上 手指不斷地抽搐 他的神情透露驚惊的緊張和焦躁 蘇錦問 他想做什麼 嚴可興蹲在他的輪椅前面 安撫著他的情緒 他好像有話對你們說 我馬上走過去 他還可以說話嗎 嚴可興說了 全身癱瘓導致他喪失了一切行動能力 不過他雖然不能說話 但意識還是很清晰 他什麼都知道 但不能表達出來 嚴耀初的情緒並沒有被安撫 反而更加激動 他的視線一直看著我 他的嘴角努力地動動著 口水不斷流出來 很明顯 他試圖和我建立某種交流 我來到嚴耀初的身邊試圖問他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嚴耀初的反應更加強烈 他的喉嚨發出了無不清的聲音 整個臉鼓到通紅 外界的眼竟然流出了眼淚 我和蘇錦大嚇一驚 跟著對視一眼 他分明有很重要的事情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訴我們 房間當中的其他人也都被嚴耀初的行為吸引 我見到吳思雨第一個站起來 其他人也跟著相繼地不安地向這邊看著過來 我走到房間裡 抬起手視野屋裡的人全部都不動 以免干擾到嚴耀初 我跟著說 你們全部坐下 這裡沒有你們的事 我重新回到陽台 而且關了玻璃門 突然之間發現嚴耀初的視線一直沒有離開過我的身體 我靈機一動 蹲在身前 如果你有說話告訴我 你的眼睛就向左看 話音降落 嚴耀初的眼睛就向左看 我和蘇錦很興奮 從現在開始 我問你問題 如果是的你就看左邊 不是的你就看右邊 明白嗎 嚴耀初的眼睛向左邊轉動 我馬上拿出杜職雲的相片 你認識不認識相片上面的女人 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又問了 那你知不知道她真實的身份 嚴耀初毫不猶豫地向左看 蘇錦蹲下身 跟著說 是不是她把你推到樓梯的 嚴耀初的視線仍然地看著左邊 身邊的嚴可卿大起一驚 是…是…是即雲推她下去的 怎麼…怎麼會這樣呢 蘇錦對著嚴可卿說 你冷靜下來先不要打斷她 這個關係到拉不拉到兇手 我繼續問了 她是不是在你家裡知道了二十年前的事 這一次嚴耀初明顯遲疑了 她的眼不停地轉動 視線落在我身後面 我回頭見到吳斯宇等人 正是唔聲不出地看失嚴耀初 就算是到了現在 她還是不敢承認真相 蘇錦義憤田英地問了 你們是不是二十年前 合謀殺死了杜職雲的全家 嚴耀初轉動的眼瞬間停止了 我能夠清晰地看到她 困了個瞳孔在這裡收縮 這樣是驚慌的表現 旁邊的嚴可卿一聽到即時目瞪口呆 咦…這些說什麼呀 嚴耀初這一次沒有作出回答 她的眼始終停留在中間 但是視線就不敢跟我接觸 我們沒時間理嚴可卿 蘇錦繼續問了 你知不知道杜職雲是回來找你們報仇的 她的眼向左邊看 這一次 嚴可卿終於相信了我們的說話 即…即雲是要殺我們的 蘇錦對著嚴可卿說 你不用擔心 警方正在全力緝捕杜職雲 而且她絕對不會找到這裡 只要等到杜職雲落網 你們就安全了 我突然發現 當蘇錦說到這句說話的時候 嚴耀初的眼睛就看向右邊 這樣代表著否定 我眉頭一皺 我好疑惑她在否定什麼呢 我和蘇錦再一次對視 我想了一會 試圖地問 你是想說警方抓不到杜職雲嗎 嚴耀初看向左邊 這個令到我和蘇錦一面詫異 她的眼睛轉動得很堅定 似乎很肯定自己的回答 你為什麼認為警方抓不到杜職雲呢 我有點急 問出口的時候我才發現 嚴耀初現在根本上回答不到這麼複雜的問題 我揉了一個額頭 發現嚴耀初的表情很慌亂緊張 我實在想不明白 她現在被警方保護著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我倒下頭想了想 你認為這裡不安全嗎 她的眼睛再次迅速移向左邊 這個反應令到我和蘇錦面面相隨 蘇錦對我說 她會不會是因為之前被杜職雲在樓梯上推下來 所以充滿著恐懼 現在就變得好像驚弓資料一樣 還未等我回答 嚴耀初就望向右邊 她否定了蘇錦的差事上 我擔高頭問嚴可卿了 杜職雲從你們家離開之前 最後見的是誰 嚴可卿回答了 最後見的是我 她是來向我告辭的 她說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去處理 不過距離之前一直都和爸爸在一起 蘇錦的眉頭皺在一起 她想了很久都沒有說話 目光落在輪椅上的嚴耀初身上 你…是否知道杜職雲的下落 嚴耀初的視線瞬間定格在左邊 我和蘇錦震驚得抹大對口 沒想到空岸竟然有轉機 但嚴耀初就沒辦法 好像一個正常人一樣 把真相告訴我們 我向著負責警戒的警員大聲地說 地圖快拿地圖過來 過一會兒地圖被送過來 我和蘇錦在嚴耀初面前展開了地圖 叫她先不要慌亂 首先確定杜職雲的大致位置 我的手指從左往右 才指了一個省 她是不是在這裡 嚴耀初的眼移向右邊 我又換了一個省 她的眼不停地向右望 不要急慢慢來 嚴可卿在身邊安慰著她 我和蘇錦連續換了幾個省 但是嚴耀初一隻眼 始終停留在右邊 直到我將地圖上所有的省全部指暈了 得到的答案全部都是否定 這樣令到我和蘇錦有點不知所措 以為這裡中間是不是出了什麼錯誤 我的手放慢了移動的速度 重新地再向嚴耀初確定一次 但結果仍然是否定 嚴耀初的眼就好像鐘擺一樣 不停向右仿動 她的情緒越來越激動 看上去比我們還要急 她的喉嚨裡面 模糊不清的聲音 連貫成為持續的音符 看著我看著我 我鎮定下來對著嚴耀初說 道職雲一天不讓警方抓住 你永遠都要像現在那樣提心吊膽 你既然知道她在哪裡 想要保住你這條命 就必須配合警方 回答我 道職雲還在國內 嚴耀初的情緒平復了很多 她的眼轉向左邊 既然她國內 這樣她所在的位置一定在地圖上 你不要急 一共三十四個省 我一一地報給你聽 確定了道職雲所在的省 你就給回應我們 等到嚴耀初的眼 向左轉動之後 我開始以緩慢的語速 逐一地報出省份 而且將每個省份之間停留了一會兒 留給她充足的回應時間 當我讀到江源省的時候 嚴耀初的眼睛看向左邊 我看向蘇錦 她按耐不住內心的起源 按照這個辦法 就能夠確定道職雲的位置 我又馬上對嚴耀初讀出江源省下屬的院士 但當我首先讀出省會成平的時候 嚴耀初就作出了反應 她停留在左邊的眼 令到我有點詫異 我再將整平各個區讀給嚴耀初聽 在讀到太平區的時候 她再一次地看向左邊 這個時候 我和蘇錦的表情 從之前的驚喜 逐漸地變成了驚訝 中山路、黃海路、于海路、河源路 泰姆區核區裡的街道片區更多 我努力地令自己平靜 以免影響到嚴耀初 我讀到一半 我停住了 深深地吸口氣 谷康路 我聲音剛剛講完 嚴耀初靜止的眼 立刻向左望 她的反應並沒有令到我和蘇錦高興 反而震驚和詐異地充斥在我們面上 江源省成平市 谷康路11號7棟1201室 蘇錦講出這個地址 嚴耀初的反應立刻變得強烈激動 她的眼一次一次地向左邊 這個是肯定的回答 我和蘇錦即時站起來 木燈口外地對視 很久我們才回過神里 敏銳的目光 立刻向著陽台外面的四周 蘇錦所講的地址 正是安全屋的位置 她之所以驚惶不安 是因為杜職雲知道他們所在 而且杜職雲應該走在附近 她這個時候正在注視著我們 從嚴耀初身上得到的線索 令到我和蘇錦大感意外和震驚 我皺濕眉頭 目光慢慢掃視著周圍 但是心裏便充滿疑惑 吳思雨等人的轉移是我親自負責的 安全屋的位置 只有極少數警方內部人士知道 杜職雲是絕對不可能知道的 嚴耀初被帶到這裡之前 她同樣也不知道 為什麼她會這麼確定 杜職雲就在這裡呢? 而且現在就潛伏在附近呢? 在附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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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附近呢?